中央春社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媒體 今天是在歡度100周年 就是100歲 這個媒體存在100歲 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中央春社因為過去歷任的領導者 包括董事長 社長 還有各個不同世代的傑出的新聞工作者 大家共同努力 讓中央社有建立光榮傳統的一個媒體 在過去70年 雖然前70年是國民黨的文宣機構 但是在威權統治的時代 中央社還是非常重視新聞專業的傳統 這個是相當不容易的 也因為有這樣一個新聞專業的傳統 才能夠走到100年 未來的100年 那麼是我們今天在慶祝100周年 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麼過去有光榮的歷史 未來我們要勇敢的接受挑戰 那麼未來的挑戰非常非常的多 不會輸給過去100年 我們希望我們全體 這個所有中央社的同仁 以及所有支持我們的 繼續給我們支持 那麼未來克服所有的困難 能繼續邁向未來的100年 而且是5月20日月2月4日 系統